各位好 各位组友好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节目环节 会推出族有通讯站 就是暂时有小弟鱷鱼 还有Vianne 会跟大家更新一些 关于最新的低造频道台务 还有MIHK.TV有相关的节目调动 付款的详情 新的节目更新 都会跟大家在这个通讯站里 跟大家分享 对吗Vianne 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已经很多 所以岳鱼很好人 分享了很多给我 就教了我很多东西 如果大家有疑难习症 或者不懂得下载的问题 随时可以打来3955-8673找我 Vianne已经是我们的亲善大使 除了她在电话和电邮上 解答大家的问题 有时你上到我们低造频道的总部 你都会看到Vianne 会友善地迎接你们 譬如你们要交台费 交月费 你都可以找Vianne 对吧Vianne 没错 不过如果大家看到 还没化妆 就别害怕了 不会的 我们因为有太多东西要交代 无论台务 节目调动 或者一些要解答逐游的问题 变成我和我的反映 你占了某些节目里面 大部分的时间来说 我就是想听你 譬如说 做你老母中国人里面 是闹大陆的 讲大陆的不好的东西 你拿半个钟来说 讲台舞好像有些不通 我也是一个知错能改的人 如果真的有做错 我们就立刻去做调动 没错了 我们也是接受大家的意见 也有听大家的意见 所以我们每逢星期一起 我们一定会在星期一里面 加插一个大概8-10分钟的环节 就是叫做组有通讯站 如果我们当有更多的需要 我们就可能不定期组有通讯站 在其他的weekdays里面再加插 到时要看情况而定 但是每逢星期一开始 我们一定会有8-10分钟 跟大家分享所有台务的资料 我首先要交代几点台舞 第一点就是各位族友 我已经在Facebook的族频 已经说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旗难习证 就不要再去PM我 因为不是小弟不想回答你们的问题 而是小弟这段时间 真的有很多旗难习证要去搞 去PM我 是的 一开始就去找Vienna Vienna可否再讲一次 你的直线是多少点 互服务业是395-8673 随时打来 不要随时打来 你要放工 是的 我都不记得了这个问题 我们是营业时间 我们是11点到晚上8点 没错 如果大家在过了营业时间 打电话找不到Vienna 你也可以打开一个电邮给Vienna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什么 是的 csatmihk.tv 或者 csatlojok.com 都可以的 Vienna会解答你关于MHK的问题 和低速频道的问题 路续续续 我们都有其他的网台会加闻 大家也可以查询这些问题 都可以找Vienna去解答 是的 我会尽量帮你们 快点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不是说 我一个族有的答问 我都不会做 但如果你PM我 关于某一些电邮 某一些台帽上的问题 我可能未必像以前 第一时间夹给大家 我都会把这个案件 我转介回去 给Vienna去做 如果你问我 你不找Vienna 我答辭了你 就不要骂了 因为我真的有事 我真的做不及 最好就等Vienna Vienna答辭了 我会骂你 但Vienna 现在开始 帮我们做很多 在Amin 和客户服务方面的工作 希望Vienna 你会继续做得好 我也想 希望大家多些来 可以见到大家一面 好 想解答一些问题 这个星期内 我们收到很多朋友 问为什么下载不了节目 是的 这个真的是很大问题 是不是 其实不是问题 首先搞清楚 我在过去的节目里面 和马碧哥也有说过 曾经给过1,100元 两年支持我们 起床基地的族友 我们仍然是容许 各下可以下载我们的 视频的档案 是的 可以下载的 可以下载的 但是如果没有给1,100元支持低俗频道 开台 或者起床基地的族友 你们不是没有下载 你们有MP3 MP3是可以随时下载的 而且你们可以线上重温 不是下载的 是的 线上重温的意思是如何 Vienna 就是我们快上去低俗频道网页 然后再按重温 之后再在线上看 那你就一路开着低俗频道的路 不可以像之前那样 不知道什么去下载你的档案 是的 希望大家明白 这是我们的行政上 我们要有一些做法 而且也是因为这样 会令到我们的营运成本 省了很多 希望大家明白我们背后的警方 这些是情非得意的做法 有几样东西 就像刚才所说 我们可以省了很多的营运成本 另外第二样东西 就是我们也希望 可以阻折到某些非法下载的人 少了一个渠道去做 我相信大家给了1,100元支持我们 族友是我们的死眼死中粉丝 所以你们一定不会这样做 和分享一些档案给别人 我们也希望honor给你们 曾经支持过 在我们痛苦和雪中送炭 给我们的老友 我们一样可以给你们 可以下载我们的档案 是不是这样做 是的 绝对是这样的 另外也说一些关于我们的Apps 好吗 好 你是用什么手机的 我用iPhone 我也是用iPhone 所以我们两个都是没有用到 但是用iPhone的老友 iOS版本的MIHK.TV的Apps 就会在11月底 我们就开始准备了 是的 而这个Apps里面 除了我们看直播 也可以利用我们的Apps 去看我们的节目重温 嗯 暂时听得多 最多人投诉的Apps 有什么 哇 真的 iPhone是没有的 是的 还有很多老友就说 喂我想打机 安卓机 打机 听着来打机 或者看着来打机 行不行 很多人就不想看 就把它扔掉到背景 听着声音 做打机的东西 这个暂时抱歉 我们是还没做到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是跟IT的同事 希望下一次Debugging 的时候 我们会更新版本 是做到这一件事的 OK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打电话进来就中断了 接着回来回来回来 这个我们都明白的 给一点点时间 我们要去更正和改进 因为Apps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停可以更新的 是吧 OK 那我们再更新其他东西 MIHK.TV 陆续续已经有新的节目 推出了 那我们刚刚在这两个星期里面 我们就有《勁太极》 和《猛鬼频道》 其实在11月内 我们还有新的节目 是会推出的 大家密切留意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 要告诉大家 MIHK.TV的节目 无论你独立收费 或者你是低造频道的 族有给的钱也好 你一定要重新再给钱 再去看到MIHK 不会是给了任何低造频道的年费 你可以看到MIHK的节目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一些租客 他们要做自己的节目 是自负盈亏的 所以他们也要收钱去营运 而且他们的节目 只可以是线上重温 是吗 没错 线上重温是不可以下载的 不可以下载的 另外我们最近最忙的 是怎样的 比利哥的情况是怎样的 比利哥很忙 不停在打 看数字 你不明白 名单是长 不可以错 我很怕是错数给你 你知不知道 比利哥6点半的 新闻时事评论节目 已经是愈火愈茶 愈逃 但是距离500位的 大家如果仍未付钱 去58元一个月看碧莉哥的节目 就快点上来付钱 亲身上来就最好了 今天已经有几个亲身上来 好了 我还有两个台目要交代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新机地的open day 已经定了在12月5号 还有多少号 还有12号两个星期六进行 为什么要分两天呢 因为我们也会遷就我们节目主持人 未必全部两天都有空 可能会分人数这样去做 有时你可能12月5号 星期六可能会见到碧莉 但你见不到我 或者是12月12号 你会见到先人 你见不到巴拉莎 但希望两天我们尽量 那些人都会来齐了 大家就要公布好 你喜欢哪个主持人就上来 是的 我们就会将 当两天的run down 和program 我们会和大家分享 有些有表演 或者有些live的program 或者有一些做现场版的先人 或是在做会 没有中国人 未知 那我们会和各位开会 为什么要选择10月5号和12号 就是因为我们所有装修工程 就会在11月内完成了 那变成12月5号和12号 星期六上来 就一定见到最完整 和装修妥当的 我们的studio 没错 好了 另外一点节目预告 先人夜话旧的模式 可能再过两集就完结了 重新的先人夜话的改革版 我星期六六夜 我连大集蟹都不吃 我就和先人开会 就已经拍了版 是肯定要做的了 新年妹妹就已经没有帮先人爷爷 但我们取而代之 加入了湿芝娃的Carmen姐姐 而在先人夜话里 也加了一个新的监制 Maxy哥 去帮忙制作 令节目更加好 以及在制作上更加认真 而在接下来星期五的蓝皮书 我们也请了一个拳坛的晚人 叶文龙师傅 会和我们讲一些 关于拳赛和搞拳赛的经历 我想蓝皮书路续续 我们也启发了一些 不同的有趣的人士 讲他的故事和历史 我启发性都很好 刚刚那集星期五 就找了MC人上来 整个节目都非常动静 还有启发性 我首次看到啤梨哥是答不了嘴 哇 大家要看了 还没看的 快点去看我们的重温 如果你没有重温 就记得如何 没有重温 当然过来给钱 对吗 对 我们真是需要 不需要使努一点 也要说 真是养得起钱 过来给钱 我们又不能请到Vian 帮我做那么多事 Vian 也要吃饭 过来吃饭 好了 在国通讯站 以后每逢星期一 会和大家见面 我希望Vian 很短时间 她会帮忙所有台务的事情 你就会见到Vian 会打人匹马 会和大家去主持节目 或者我们会请一些节目主持 来拍Vian 一起做也没办 Vian 有去问她 一些节目状况 各方面的事情 这方面 就和大家会分享 我们低俗频道的节目的动向 台务上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过来给一些意见 没错 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 如果你们想传电邮给我们 想去解答 我们这个节目里 也会回答你们的问题 所以记得要传电邮给她 去哪个地址 cs.mihk.com .tv 或cs.lojok.com 你有什么想回答你 我们会看到你的电邮 在逐游通讯站 跟大家分享 和分享你们的答案 今天就这么多 Vian 没错 我们下星期的中途 大家分享 好了 拜拜 拜拜 拜拜